今年的7月1日,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即将实施 那么目前上海的各区都在加快推进垃圾的分类工作 其中,家定区计划在全区的范围内推广垃圾定点定时的分类投放 预计将于上半年能够完成30%小区的设施改造 上午,在上海家定区汇丰凯苑小区内 最后一个定时定点分类垃圾厢房正在加紧施工中 一旁的休闲空间,未来还可为居民提供垃圾分类科普小知识等服务 它是一个比较升级版的一个投放点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还有一个科普的互动的功能 这样子的话也是提升一个居民垃圾分类的兴趣和积极性 记者了解到,这个小区共有39栋居民楼 原本都在楼下设置了垃圾桶 今年2月,相关部门将其全部撤除 并在围绕小区的5个方位设置了定时投放点 其中4个点位已经投入使用 投放时段一过,就会有工作人员把垃圾桶拖走 居民只能下个时间点再过来 我们8点半上班就是可以,8点钟之前可以来扔掉的 然后就是下班也可以的 这个时间就是,也就是方便他们后期管理 我们年轻人嘛,就是应该带头吧 经过居外的方方面是一日 家定区绿化市容部门表示 今年7月1号前,江力争对全区800个小区中的三成 进行定时定点投放设施改造 提升分类正确率 在上海闽航区保民院小区 1000多户居民通过创新手段 将湿垃圾的纯净度提升到了100% 完全不用二次分减 除了使用绿色账户积分机制之外 居民们还集思广益 比如,余阿姨就负责用垃圾中分检出的瓜果皮 制作环保酵素免费给居民们使用 并且还认领了一片小菜园 大家大家吃 一些老人买菜买不多嘛 就到这里来割了 我们居民从旁观者到变成发起者 我们现在60%以上的小区居民 都能够自觉分类 从源头分类 贵在是一份坚持 贵在是一份责任心 东方卫视记者洪焕泉周云上海报道